中央情报局为了击败北京设立特别机构 来自彭博社的报道说 根据知情人士的话透露说 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考虑设立一个独立的中国任务中心的提议 此局旨在加强对美国这个头号战略对手的了解 这项提议是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伯恩斯 对CIA应对中国能力进行更为广泛评估的一部分 它将提升该机构内部对中国的关注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东亚中心的一部分 中国任务中心是独立的实体 可以利用整个中央情报局的资源 三名要求匿名的现任和前任的官员透露表示 在情报机构当中 一个单独的中国中心将更容易确保与中国有关的活动的人数 资金还有高层的关注 中央情报局在份声明当中表示说 正如伯恩斯局长所说的中国首要任务之一 中央情报局正在确定最佳的定位 以反映这一优先任务的重要性 建立中国中心的建议反映了伯恩斯 在二月份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提出的优先事项 这位资深的外交官员表示说 他认为与中国竞争以及抗衡中国敌对掠夺性的领导高层 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 伯恩斯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表示说 对中央情报局来说 这意味着加强重点和紧迫性 继续加强中国专家队伍 扩大其语言技能 调整人员和资源配置 巴基斯坦的巴士爆炸案有眉目 巴基斯坦的官方表示说 印度和阿富汗下黑手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说 巴基斯坦在8月12号的时候表示 上个月发生的巴士爆炸案 导致了中国公民9死28伤 袭击案件应该是属于自杀式炸弹袭击 凶手是巴基斯坦的神学士 而印度和阿富汗则是幕后的黑手 7月14号的上午 一辆载有一批中国工程式的巴士 在开往巴基斯坦西北部的达苏水坝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爆炸 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 其中9人为中国籍的公民 另外还有28名中国人受伤 来自路透社的报道指出 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长库雷西 在记者会上宣布说 在经过了深入的案件调查之后 他们发现印度研究分析室和阿富汗的国家安全局 显然涉及其中 库雷西声称巴基斯坦握有这两个机构涉案的证据 他表示说根据他们的调查 阿富汗的领土在这起意外当中曾经被使用 而在策划和执行方面 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印度和阿富汗有所勾结 库雷西指出 这一次的袭击事件的元凶是巴基斯坦的神学士 他们在印度和阿富汗的支持之下发动了袭击 在巴基斯坦宣布调查结果之后 路透社试图联络阿富汗以及印度的外交部门要求置评 但是目前无法取得联系 再来看一下香港一年之内近9万人进一出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根据香港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 香港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39万4700人 较去年年中的时候的748万1800人减少了87100人 减幅为1.2% 而同一时期香港居民进一出89200人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在8月12号公布的有关的数字显示 人口下跌是由自然减少以及香港居民进一出形成的 根据公布期间自然减少的人口为11800人 从中国大陆移入香港的有13900人 另外有89200名香港居民进一出 政府的发言人表示说 进迁移涵盖了香港居民以工作或者是读书等各种目的进出香港的流动 在概念上与移民并不相同 香港作为国际城市人口的流动性一直都很高 过去十年香港居民在大部分的年份都出现了进一出 发言人表示说在209悉性冠状病毒持续的影响之下 香港和世界其他地区实施了严厉的关口管制和检疫措施 国际行程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以至移入香港的人数处于低水平 而相对的在疫情前已经离开香港的香港居民 可能选择继续留在外地 或者是因为航班受阻没有能够返回香港 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香港居民净移出的数量大幅的增加 再来看一下恒大拖欠工程款多项再建案被叫停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视的报道说 中国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威胁 官方媒体报道指出 在昆明的两项建案 因为击欠了工程款项 无法兑现商业票据等一些原因已经停工 此前恒大正在研议出售旗下的物业汽车的部分资产 来度过债务危机 中共的官方媒体中国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引述了消息人士的话 表示说恒大集团在昆明的两个再建案项目 因为拖欠了工程款项而停工 报道指出 重庆的建工集团近日发布了公告 指出因为恒大长期的拖欠工程的款项 预期不对付商业票据 总拖欠的款项达到了人民币2.1亿元 因此承包的一项再建案不得不暂停 与此同时 恒大旗下的另外一个在昆明 原定于今年10月份交房的建案昆明湖 如今也已经停工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 商业票据可以作为支付的工具 也可以作为隐形的融资手段 此外 房企也会借由商业票据来支付工程的款项 以及材料的款项 帮助公司上下游的资金周转 报道提到 这并非是恒大第一次的传出商业票据无法兑现的消息 今年6月份开始恒大在宁波南阳等多个城市的专案公司 陆续的传出了无法兑付下游供应商的票据 金额从数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 7月底的时候 恒大在安徽的关联公司遭到了供应商提出了民事诉讼 要求支付拖欠的工程款项以及违约金 报道指出 早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恒大的财务问题就引起了关注 但是恒大对商业票据兑付是否延期的问题避而不谈 在债务危机未见环节的情况之下 恒大集团在8月10号的时候发布公报表示 正在接触几家潜在的独立第三方投资者 探讨出售旗下的恒大物业 恒大新能源汽车的部分资产 此举被形容为是断币求生 目前恒大物业和恒大汽车均由恒大集团来绝对的控股 截至到2020年底的时候 恒大集团在恒大汽车的持股比例为74.95% 在恒大物业的持股比例为60.84% 再来看一下阿里巴巴成立了反陆席小组 无条件的支持员工拒绝劝酒 来自香港媒体的报道说 阿里巴巴的女员工自爆被灌酒性侵事件持续的发酵 8月12号的时候 阿里巴巴集团公布了推动反性骚扰的机制化工作进程 根据阿里巴巴的内部员工公告来看 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的行动 在强化组织保障方面 阿里巴巴集团成立了工作环境委员会 作为反性骚扰在内的工作环境相关事项的处理决策机构 直接的向董事会来汇报 集团的副首席人力官蒋芳担任主席 首席的成员有首席曹务官武魏 首席人力官佟文宏 首席法律顾问余思英 首席风险官郑俊芳等几位女性的高级管理人员来组成 未来将吸纳多元化的员工代表来加入其中 在制度方面 阿里巴巴将修订此前的阿里巴巴集团商业行为准则 完善反性骚扰反性侵的相关内容 正在制定阿里巴巴集团反性骚扰行为准则 强化对性骚扰零容忍 此外将完善与客户和合作伙伴交往的行为准则 并且明确性骚扰性侵犯等一些恶性事件的投诉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 确保举报通道的通畅 此外阿里巴巴还着手建立一系列的常态化的机制 已经成立了反陋席小组 对集中反应的不当工作方式自查自清 包括但不限于酒桌陋席 低俗玩笑等些在工作场合 让员工感到不适的方式 内部信还强调说 无条件的支持员工拒绝劝酒等些行为 性别平等和健康职场文化 也将纳入到企业年度环境社会治理的评估报额当中 此前一名阿里巴巴的女性员工自述 其在出差期间被恶意的灌酒 并且遭到了商户的猥亵 之后其领导又偷办了酒店的房卡 多次的进入房间对其进行侵犯 该名员工此后报警 并且向公司反映了该情况 8月8号的时候 阿里巴巴的董事局主席兼CEO张勇 在阿里巴巴的内网发帖回应 用震惊气愤羞愧来表达对阿里一员工 涉嫌侵犯女同事的事件的感受 她同时表示必须调查清楚 给全体阿里的同学和全社会一个交代 8月9号的时候 阿里巴巴公布了阿里女员工事件 阶段性的内部调查结果和处理的决定 表示同城零售事业群的总裁李勇 和高管徐坤引咎辞职 阿里巴巴的首席人力资源官佟文宏 继过处分 涉事的男员工被辞退 永不录用 其是否存在违法的行为 警方正在调查取证 来自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说 广州5月份的时候 出现了涉及德尔塔变种病毒的本土疫情 并且经由引查群组波及到了佛山等市 相隔两个多月 广东省纪委在8月12号的时候 通报了问责广州市的常务副市长 陈志英等20名的官员 并且将广州市的卫健委主任黄光烈 立湾区的区委书记陈小华 以及区长毕瑞明免职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 7月20号以来 中国的南京 郑州 张家界 烟台 广州等地 至少已经有60名的公职人员 被免职停职警告或者是审查 今年5月21号的时候 广州市的立湾区75岁的郭婆婆确诊 经诊断为境外输入的关联病例 病毒属于在印度发现的德尔塔变异株 由于郭婆婆曾经到多家的酒楼饮早茶 疫情迅速的传播 并且扩散到了佛山茂名等地 造成了约170人感染 直到6月底的时候 这一轮的疫情才宣告结束 广东省的纪委监委在8月12号的时候通报指出 在疫情发生和处置的过程当中 暴露出了广州市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存在薄弱的环节 一些官员屡职不利失职失责 经过调查 对20名的领导干部严肃的问责 其中广州市的常务副市长陈志英 遭到了戒免处理 副市长黎明遭到了党内警告 政务记过处分 5名卫生官员被处分 其中广州市的卫健委主任黄光烈被免职 是继河南郑州江苏南京 两市的卫健委主任之后 另外一个被免的省会城市的卫生首长 另外有12名的立湾区的官员被处分 立湾区的区委书记陈小华 以及区长毕瑞明等同时被吵 官方在8月12号的收通报指出 一名24岁上个月24号 从英国坐飞机到广州的人士 经过了14天的酒店隔离 但是在居家健康检测的第4天 被发现了核酸检测呈阳性 目前已经转制到了广州市 第8人民医院进行治疗 塔利班逼近喀布尔 美国喊公民立即撤离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民兵组织塔利班在阿富汗 各地迅速的攻城掠地 根据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网站 发布的公告 美国在8月12号的时候 敦促美国公民 立即的借由商业航班离开阿富汗 在美军撤出阿富汗 交由阿富汗政府自行的对抗塔利班之后 塔利班武装快速的推进自身的势力范围 在8月12号的时候 又拿下了战略要地加兹尼士 距离首都喀布尔不到150公里 美国大使馆的网页上公告表示 美国大使馆呼吁美国公民 即刻的借由可以搭乘的商业航班 离开阿富汗 公告并且提到 由于当前安全局势和人力的缩减 大使馆在阿富汗境内 甚至是喀布尔 协助美国公民的能力都极其有限 美国在4月27号对政府员工下达命令 由于喀布尔暴力情势的升温 员工如果能够在其他的地方 从事自身的工作 就应该即刻的离开住喀布尔的大使馆 另外两名美国官员 在8月12号的时候 不具名的告诉路透社 美国国务院预料将宣布 从喀布尔的大使馆 迁离显著数量的员工 他们也表示说 军方将协助牵出的行动 这是冲突区域的标志性的做法 再来看一下阿富汗人逃离家园 欧洲或重演难民危机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阿富汗的民兵组织塔利班武装 近日攻城掠地 导致了数亿万计的民众逃离家园 但是数个欧洲国家表示 仍然应该遣返境内的阿富汗的难民 担心如果未阻止 恐将重演2015年难民危机 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 当地的民兵组织塔利班 近日攻城掠地 一周之内攻下了10座省会 8月12号的时候 更是拿下了重要的战略位置 加兹尼市 塔利班距离首都喀布尔的距离越来越近 阿富汗的情势紧张 数亿万计的民众逃离家园 稍早之前 六个欧盟成员国 奥地利丹麦 比利时 荷兰 希腊 以及德国 致函欧盟 支持执行遣返境内 申请庇护遭拒据的阿富汗难民 认为一旦停止遣返 将发出错误的信号 激励更多的阿富汗人前往欧盟 不过 随着阿富汗情势的快速恶化 六个欧盟成员国的立场开始不一致 德国和荷兰改口暂时不遣返 比利时在8月12号的时候则表示 无意停止遣返 其中 希腊支持遣返的立场最为坚定 移民部长马塔拉奇近日表示 希腊密切地关注阿富汗的不稳定的情势 呼吁欧盟必须积极地预防后续可能的问题 他还表示说 欧盟还没有准备好 如果有更多的阿富汗人前来欧洲 更没有能力再一次应对 类似2015年的难民危机 希腊处于难民危机的前线 2015年的时候 包括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大量的民众 穿越了地中海 抵达了希腊 对欧洲社会以及经济都有很大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